第十三章 鸟儿的风波过去,又过了一阵子,果然一场或是降在大柜头上。 那年新年正月,大吉上唱戏,运涛叫了大柜上西所景看戏去。 一到戏台底下,看见戏棚上插着小白旗,茶桌子上坐着几个穿灰色军装的大兵。 军阀混战的年月,人们最怕穿灰军装的。 运涛说,咱得离远点儿,那是招兵的棋。 大柜说,他招他的,怕他怎么的。 运涛说,万一,运涛一句话没说完,冯老兰从背后闪出来,指着大柜高喉咙喊叫,就是他小狗日的,抓。 灰色冰端起枪跑上来,运涛手急眼快,撒脚就跑。 跑了一阵,回头一看,大柜睁着大眼睛,这边看看,那边看看,他还不知道是怎么会子势力。 运涛摆着手大喊,大柜!大柜!快跑! 大柜猛地回头一看,果然是大兵要抓他,他二话不说,拿腿跑起来。 踩跑不过十几步,砰砰两声枪响,枪弹滋滋响着从头顶盖过去。 几乎震得头发猛了,浑身一棱正,被灰色冰抓住右胳膊,就是一拧,一下子背在脊梁上。 大柜一时气红脸,瞪出大眼珠子暴躁起来,嗡声嗡气的说,你们想干嘛。 灰色冰说,俺不想干嘛,冯村长说该你出兵。 大柜急得喷出唾沫星子,说,干嘛该我出兵。 冯老蓝气愤愤地走上来,说,定而不移的是该你出兵。 灰色冰从腰里掏出绳子,绑上大柜的胳膊。 大柜跺着脚,往左拧拧又往右拧拧,挣扎了两下子,看正不过,嘴里只是呼呼地出着气。 戏台底下的人们见抓兵,都经飞四散。 戏台上也停下了锣鼓,台上台下成了青灯儿似的。 灰色冰牵着绳子,跟着冯老蓝,把大柜拉到学堂里,拴在马庄子上。 大柜心里着急,不住地哭着,流着眼泪,脸上的青筋直蹦。 运涛一溜烟跑回东锁井,把逢老蓝抓兵的事情跟钟大柏说了。 一行说着,运涛想,他一定跳起脚来发雷霆。 其实相反,钟大柏越是大势临头,越是冷静。 他把烟带锅插进盒包里,拧炫了老半天,才说,估摸老霸道要给咱过不去。 运涛急得直跺脚,说,可怎么办理? 快托个人去说情吧。 钟大柏说,说也白说,老霸道见咱朱家门里人更多了,他气不愤,诚心毁坏咱一家人的美满。 正说着话,严智和,朱老明,朱老星,吴老拔他们都赶到了。 朋友家出了大事情,都急急慌慌赶来看,一个个大睁着眼睛,为老朋友不幸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吴老拔说,快去吧,去托个人情,叫他们把人撂下,花钱多少咱大家伙儿兜着。 朱老明抬起下巴,急得嘴唇打着哆嗦,说,可,急死人了。 可是怎么办理,冯家大院里那么多年幼的人们,天大的祸事落在咱朱家门里。 研制和把烟袋叼在嘴里,巴扎巴扎一袋,巴扎巴扎一袋,也不说什么,事情摆得明白,用不着再说。 运涛想,托人去说情吧,跟逢桂堂不能说,跟逢老红,逢老西,也说不进去,只好去找李德财。 李德财正在四合号里喝酒,运涛把求他说情的话一说。 李德财醉醉醺醺醺醺,一手端起杯子,咧起嘴角说,天爷,你用着我了。 说着,他瞪出眼珠子斜着运涛,说,我用着你的时候礼。 运涛站在一边,眨巴眨巴眼睛不说什么。 李德财又追问了一句,你可说呀。 运涛睁着大圆圆的眼睛,说,俺没说的,就是没应你那只鸟儿。 李德财把手掌向下一按,说,咦? 明白了,晚了,人,要不回来。 他要在兵营里,在前线上过一辈子,白了胡子才能回家,一辈子娶不上媳妇,没有后代。 运涛一听,浑身打了个寒颤,说,俺多拿个钱儿,请你喝壶酒。 李德财说,钱再多是你家的,不是我的。 又端起酒杯,骄傲地说,我有的是酒,谁喝你的。 李德财一口回绝说情的是,运涛垂头丧气地走出来。 一出门看见一个人,披着一件油污的那大衣,穿着一身旧军装,一双破皮鞋。 他心上一脊梁,以为又碰上抓兵的,仔细一看是冯大狗。 笑着迎上去问,你什么时候也穿上二十半。 冯大狗说,好几年里,告诉你说吧,树挪死人挪活,一离开锁井镇,就吃香的喝辣的。 他衣领上油腻腻,胡子长了满下巴。 脖子上黑黑的,也说不清是胡子还是泥垢。 运涛问,你做了官儿。 冯大狗伸出大拇指头,笑笑说,不敢说大话,当上一名小小的亲兵。 俺旅长喝茶,吃饭,睡觉,都得叫我管着。 运涛从上到下看了看,心上想起大跪的事,心想,也许他能帮帮忙。 他说,咱弟兄们轻易不见了,走吧,到俺家去坐坐。 冯大狗看准了运涛的意思,不言不语跟着运涛走回来。 一过尾堂,钟大伯在门口站着,看见运涛后头跟着个当兵的,心里很是逆吻,他想,这年头。 躲还躲不及,又招惹这个人们干嘛。 当运涛走近了,介绍说是本村的熟人,才搓着手走上去说,咱好像还没见过面,家里坐坐吧。 冯大狗弯了一下腰,所答非所问,老是做个装甲活,成年驾吐吐江江,一大家子人,饭都吃不饱,衣裳也穿不上。 羊枪一背,什么都有了。 冯大狗笑笑嘻嘻,走进钟大伯家里。 一进门钟大伯就喊,快擦擦桌子,烧壶茶。 朱老明,严志和,听说来了客人,走到街台上,把冯大狗迎进去。 钟大伯用袖子担了炕盐上的土,请冯大狗坐下。 说了一会话,跪他娘拎上茶来,钟大伯用手巾擦了茶碗,给冯大狗针上茶,说,一人高升,众人得计。 你一个人挣钱,一大家子人不受极窄了。 冯大狗听了,洋洋得意地说,我请假回家来看望,还想把家眷带出去享福,给我老爹老娘买身小高皮袄穿上。 听旅长的话口儿,不久我就要下连当连长了。 钟大伯上下打量了一下,看他不像个奇眼的人物。 可是大伙烧着眉毛,只好把死马当活马智,立刻请他喝酒吃饭。 吃着饭,冯大狗见屋里大人孩子这么多人,他问,你家出了什么事情? 钟大伯跨上抗炎,让酒让饭,把大贵的事情说了。 冯大狗已经有了七八分九亿,醉熏熏的,摇头白脑说,这个好说,用不着上筹。 钟大伯笑笑说,你想推一下子横车。 运涛也向前说,钟大伯他们才打关东回来,大贵兄弟又碰上这倒霉的事,请你帮帮忙吧。 冯大狗伸出筷子,夹了一块熟肉放边嘴里,边嚼着伸开长脖子咽下去,说,这个好说,四指长的小铁儿就办了事了。 伸手摸进衣袋,掏摸了半天,说,嗯,名片子没带着。 钟大伯说,叫运涛上你家里去拿。 冯大狗又说没带回来,运涛赶快跑到大街上去买了白纸片来,找了笔验,开始写名片。 运涛抹好了墨,站好了笔,问。 写上冯大狗。 冯大狗连忙摇摇手,说,不,不,我有了官惠,叫冯富贵。 运涛在白片上公公正正写上冯富贵三个字。 端香了半天,又问,什么官贤。 一问官贤,冯大狗又棱住了,张嘴就说,四十八师,三十八旅,二十八团,第八营,上位连长吧。 运涛一边写着,就觉得奇怪,怎么都带着个八字。 冯大狗吃着饭,看见江涛睁着两只明亮亮的眼睛看着他,就问,这个兄弟好精神。 运涛说,是俺兄弟,又说,还得请你劳驾走一趟。 冯大狗把手掌向上一伸,说,用不着。 运涛只好拿上冯富贵的名片,走到学堂里。 招兵的一听,是一位连长来说情,立刻去找冯老兰,运涛跟在后头听着。 冯老兰拿起名片一看,睁开大眼睛瞪了运涛一眼,说,什么冯富贵。 是冯大狗,包上皮儿养不活的家伙。 趴地一下子,把片子抛在地上,用脚踩住。 运涛看架势不好,慌慌急急走回来,把冯老兰的话跟冯大狗一说。 冯大狗把筷子在桌上一放,说,俺家族长的事,老天爷也管不了。 说着,端起屁股往外走。 一家子人眼看着他走出去,江涛跟到门外看了看,见他盘盘扇扇走过尾堂, 射悄悄地走回来说,欠把他拉回来,摁着他脖子吐出咱的酒饭。 一屋子人大眼睛瞪着小眼睛,谁也想不出办法来。 朱老中觉得这些人未免欺人太甚,一时气愤,心上挤痒难耐, 仇恨敲击着他的胸膛,走出走近,说什么也站不住脚了。 耳朵里像有老爹朱老拱的声音在叫唤, 他走到门道口,把手放在炸刀柄上,才说扯起来往外跑,又犯了思量,还是从场里着想得好。 又走进屋里,坐在抗炎上抽起烟来。 抽了一袋又一袋,沉思默想了老半天,猛地把拳头一伸,说,好。 目前事情既然落在咱的头上,也无别的办法了。 也许坏事成了好事,去吧,去当几年兵吧,在他们认为是祸的,在咱也许认为是福。 我早就想叫大贵去捋枪杆子,这正对付我心里的事。 他这么一说,朱老明,严智和,一乌子人都松了一口气。 钟大娘拍着两个巴掌,负气说,这样,去吧,有什么愁的。 钟大伯和钟大娘一席话,倒把人们说乐了。 运涛走到招兵的那里,要求放大贵回家睡一晚上觉,第二天跟他们一块走。 招兵的说什么也不干。 运涛说,你们不要担心,他跑了河上跑不了四,跑了他有我顶着。 招兵的看运涛好身调,更聪明,才答应他打个手印,把大贵宝回来。 钟大娘见大贵回来了,心里也高兴,到朱老兴家去找了俩鸡蛋来,动手给大贵包饺子。 吃着饭中大伯说,大贵,谁叫你上西索井去来? 你不知道西索井土豪霸道们厉害? 就不经这个心。 到了这个接骨眼儿上,还有什么办法? 我孩子不多,也不是多嫌你,是为了咱有个屡枪感的,将来为咱受苦人出力,你就安心服业的干去吧。 干好了再回来见我。 大贵一听就哭了,说,谁成旺的? 从关东回到家来,受人欺生,谁叫你想回老家? 钟大伯又说,常说,义不压身。 比方你治和书吧,本来是个装甲人,他精心用意学会了垒房,就成你瓦匠了。 你要是学会了屡枪感,说不定将来就有多大的生发力。 钟大伯说了这句话,再不说什么,只是闷着头冷着。 大贵剩下一碗饺子,钟大娘端在他跟前,他呆了半天也不吃。 钟大娘撅起嘴,携起黑眼人盯着,把碗向钟大伯跟前挪挪,说,快吃饭吧,饺子凉了。 钟大伯说,你们吃吧,我不想吃。 钟大娘听得说,瞟了他一眼说,什么,又不吃了。 钟大伯说,我心里闷得慌。 钟大娘说,就是那么爱忧愁,像个孩子,戒子大的侍儿也忧愁。 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穿,年幼的人们到外头去闯荡闯荡,经经困难也好。 说着,他把碗在钟大伯跟前一顿,说,给我吃了。 看看你,遇上一点小事就不好好吃饭,吃了。 钟大伯设着眼睛看了看他,不言声而端起碗来。 钟大娘见人们都看着他,脸上一红,说,你不知道他这个姓道,就是得管着点儿,不能光由着他。 钟大伯吃完饭,天黑下来,说了惠字话,人们踩散了。 一家人吹灯睡觉,明天大贵还要上路呢。 大贵心眼汗时,在那个社会里,虽然出了这么大事情,他要离开家乡去给军阀们当兵了,还像没事人儿,把脑袋在枕上一戈,就忽掩忽地睡着了。 猪老中翻过来掉过去的睡不着觉,他自小里就是这个脾气,想干的事情一定要干成,想下关东,抬起腿来就闯了关东。 好不容易到了关东,受了千辛万苦,才安下家立下夜来,又想起家乡。 本来贵他娘嫁他的时候,早就说好,不能离开他的家乡。 他又舍不得他,死起白赖,苦苦殃求。 贵他娘一时心思绵软,才折变了家产,跟他回老家。 不管千难万难把,总算回到家乡了。 家乡无房也无地,他们又亲自下手盖房。 好不容易把房盖上,有了家窝住处,大贵又被冯老兰抓了兵。 一大溜子做难的事情急在他们身上,他抬起眼镜看了看满屋子黑暗,说,天呀!天呀! 这时他的心肝就像要撕裂了,好不难受。 心里又嘀咕起来。 他好霸道。 要压得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一个人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说什么也睡不着觉。 只觉得心里焦渴,身上发烧。 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黑黑的,街上有敲木邦儿的声音,起了更了。 他又把头放在枕头上,想到他再没有别的亲人,就只有贵他娘和两个孩子。 一时觉得贵他娘对他的恩情比海还深,比山还重。 这话一点不假,朱老中年幼的时候,光棍汗儿一条。 今天走到南,明天又闯到北,像颗梅根儿的鹏薅,心上拴不住龙头。 斜斜洼洼没人做,睡起觉来却半边人儿。 自从贵他娘坐在他的炕头上,东穿棉下穿单,不管破得烂的,凤喜得干净利落,到什么季节,不用说话,衣裳就穿在身上。 下地做火,黑灯瞎火地走回来,一进门有饭吃,一林湖有水喝。 不管走了多么远的路程,一进门炕上有个舒心的人儿,就像减轻了身上的疲劳。 两个人搭了十几二十年的伙计,没半过嘴,没吵过架,老夫妻总是睡在一条炕上。 朱老忠常想,睡在他的身边呀,不穿棉袄过得了冬,不山蒲扇过得了夏,忘了鸡忘了渴。 夜深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两口子常说闲话儿,朱老忠要说,贵他娘。 贵他娘,你就是咱的活神仙。 有了你,我也扒住碗盐子了。 贵他娘就说,俺不是什么活神仙,就是会做两手苦活呀。 朱老忠睡不着觉,贵他娘也失了困。 孩子被抓了兵,明天就要离开家。 娘呀,她的心像在滚油里尖着。 军阀混战的年头去当兵,死着回来,还是活着回来,还不一定。 她的心,闪闪飘飘,跳个不停。 由不得又想起死去的父亲和母亲,想起她的一声。 贵他娘一生下来,娘就死了。 爹穷得不行,养不起她,为了得到一点钱和一点粮食,养家糊口。 她十七岁上那年就出了嫁。 不成望生下一个孩子,那人儿又病死了。 年轻的寡妇,孤灵一人,在关东那个人烟稀落的荒村野屯上,有的是吃人的狼。 她一个人忍气吞声过日子,晴天白日插着门,夜晚把门栓结实才敢睡觉。 可是,瓮里没有水,潭里没有面,小孩子没有奶吃,饿得黑肩白日咕哇咕哇的叫,实在使她心焦。 孩子瘦得像皮包骨头,不久就饿死了。 在一天夜里,她把孩狮用席头裹起,一个人抱起来跑到野地里,用手刨了个坑埋上。 哭了两声,说,短命的孩子,你生得不欲食了,爹死了娘还年轻,没法子把你拉扯大。 孩子死后,又过了一年苦日子,她觉得实在守不住。 越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越想亲人。 她倒不像别人一样,要守寡一辈子,满心眼里愿意找个靠身子的人儿。 家族长是个白了尾巴烧的老狼,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她身子骨结实又漂亮,黑夜里跳过墙来,要和她作伴,她死也不开门。 那家伙老羞成怒,逼着她往前走。 使了她二百块钱的彩礼,才答应她抱起被子,走到朱老中家里。 自此以后,年有人推,水有人挑,头痛脑热有人看孩子,刮风下雨有人给她十朵院子。 两口子操持了多少年,才向家子人家了,朱老中又要回老家。 她想,也好,离开老狼们远点儿,心里也好安静。 今天她才知道,天下老瓜一般黑,老狼都是吃肉的,冯老兰早就白了尾巴烧儿。 反来覆去想着,难过得不行。 朱老中见贵她娘睡不着觉,画个火柴,抬起半截身子,点着墙上那盏小油灯。 灯上冒起浑红的燕苗,在风前颤抖。 看了看窗户还不亮,听不见鸡叫,她又翻了个身,问,贵她娘。 贵她娘?你身上不好。 贵她娘说,不,不不好。 孩子要走了,我心里难受。 朱老中说,谁不难受理,又有什么办法。 贵她娘说,孩子离开娘,瓜儿离了秧,这样的年头去当兵。 朱老中听着,向早急刺着她的心,半天不说话。 贵她娘说,你想回乡,我就跟你回来。 自从回到家乡,你看,这怎么能过得了日子。 冯老兰比俺家族长还厉害。 朱老中猛地说,我不服她这个,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里。 她说了这句话,再也听不见贵她娘说什么,抬起头来看了看,她已睡着,她就尽给她盖好被子。 看看贵她娘善良的面容,她的心上说不出的感激,有了她,才有了孩子们。 有了她,才像一家子人家。 有了她,她才不孤单。 她分担了生活的担子,她帮助她在穷困的生活中挣扎。 要是没有她,甭说成不了一家子人家,生活还很难过下去呢。 她又看了看大贵,那孩子抱着脑袋睡得欢着礼。 就在这天晚上,韵涛从大贵家里走回来,心里想,要是不叫大贵去看戏,也抓不了兵。 她一想到这里,心上就冷冷默默的,一个人走到春兰家门口,一敲门,春兰走出来开门。 韵涛走到机房里点着灯,想看一会书。 春兰立在抗边不走,她问,大贵被抓兵了。 韵涛说,嗯。 春兰又问,你叫她去看戏来。 韵涛说,嗯。 春兰撅起嘴唇说,上西所景去,也不经典心。 那人们竟会放火打黑枪。 去了也罢,也不看着点儿,活活叫人抓住。 韵涛说,她生心要抓你,找你的岔子,说什么也不行。 谁又长着前后眼。 两人棱在那里,为大贵的命运担心,两颗心同时秃秃地跳动。 第二天早晨,韵涛一起身就去看大贵。 钟大娘又给大贵做了顿好吃的,猪大贵吃完了饭,钟大娘给他穿上一身新衣裳,把长穿的衣裳包了个小包袱,叫他拿着。 大贵又挑了几件扔下,说,当上兵,什么都有了。 钟大伯在一边看着,呆了半天才说,我先说给你,大贵。 咱当兵不向别人家,不能强抢夺夺,不能伤害人家性命,你打枪的时候竟朝着天上。 严韵涛,钟大伯,朱老明,朱老星,吴老拔,还有江涛和二贵,送大贵到招兵处去。 边走着,韵涛就着大贵的耳朵说,兄弟。 哥哥对不起你,你去吧,干好了也给我来个信,我也去找你。 大贵说,好,就是吧,八旺我回来的时候,弟兄们还能见到面。 蕴涛说,怎么能见不到面里。 异形说着,钟大娘从后头跟上来。 走到尾堂边上,伸手扯住大贵,把几个煮熟了的鸡蛋椰进大贵口袋里,说,孩子。 想不到从棺外躲到棺里,也躲不开他们。 你出去了,要保重身体。 你离开娘了,娘也照顾不了你了。 夜里把被子盖好,小心别着了梁。 到了吃饭的时候,吃好吃歹的,你也吃口子。 人是铁,饭是钢啊,说着,掉下几点泪,她用袖子遮住。 几年来她还没有流过眼泪里。 大贵眼珠子闪出晶亮的光,不等母亲说完,就说,娘。 哭什么? 等你想我的时候,我踏脚儿就跑回来。 钟大娘一下子又笑了,说,看你说得容易。 到了军队上,就是人家的人了,人家愿打就打,愿骂就骂。 说着又哭出来。 大贵说,那里,我掌着腿里。 说着,钟大伯他们已经走上西坡,站在那里等着。 运涛在一边看着,见母子俩难离难舍。 眼圈儿一阵发酸,也流出泪来,心里说,谁知道。 这是什么命运里? 江涛眨巴着又黑又长的眼睫毛,默默地不说什么。 二贵里不得哥哥,他们自小在一块长大,这一去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只是一股劲的哭。 大贵被逢老兰抓兵走了,运涛心上也犯嘀咕。 附近村庄上,不断地出放火打黑枪的事。 他更变得少言寡语,静好闷着头儿想事。 人们都说,这人心里可有数儿。 他白天在离园里做活,晚上插上门,在机房里点上小油灯看水浒转。 春兰和江涛趴在一边,拿着笔写写画画。 运涛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打算盘。 不到一年,春兰讲的故事顺口流。 江涛打得算猪夸夸地想,好像是大街上跑马。 年轻插到外面在日本离集 env Crisis 关键的最后 villa是下巡 Ça 还有你的 immature課子收 mix 下巨